哈囉 歡迎光臨安傑的料理小廚房 我是安子傑 今天要來教大家做一道非常特別的 而且很簡單的醬料 這個醬料叫做蒜味大豆羅勒醬 我們要準備什麼樣的材料呢 來 請看 首先我們要準備九層塔 還有蒜頭 大豆 這是蒸熟的 然後有糖 鹽巴 奶油 還有50cc的橄欖油 好 那接下來要怎麼做呢 第一個我們要先來處理的就是 九層塔的部分啦 要請你把這個葉子扒下來 好 我們只留葉子 梗的部分就不要了 放到旁邊 把葉子的部分摘下來 其實非常簡單喔 你到菜市場買了九層塔回家之後呢 只要稍微清洗過 然後就是這樣 葉子的部分 再來 蒜頭 蒜頭教大家一個很簡單的去皮喔 去皮的方式 那就是從這個蒜頭的地方切一刀 好 切一刀之後呢 這個膜我們放旁邊 你只要這樣輕輕的一壓 你看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 蒜頭的皮跟蒜頭的肉分開了 好 這是處理好的蒜頭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 下面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當然也是關鍵的環節 就是我們要把這些食材 全部都丟到食物調理機裡面去啦 好 第一個我們先加 這是九層塔 在台灣我們叫九層塔 在國外呢 他們叫做羅勒 那品種上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都是OK的 好 蒜頭 我用六顆 六小半 再來 我們的蒸熟的大豆 黃豆 吃起來那個口感很像栗子 非常的好吃 好 再來 加上這個五十CC的橄欖油 橄欖油加上去 好 好 再來呢 加上我們的 無鹽奶油 沒有加鹽巴的奶油 好 這個量喔 大家可以憑自己的喜好去做調整 那再來呢 我們加一匙鹽巴 我覺得可以多一點點 因為那個黃豆跟蒜頭還有奶油都是沒有鹹味的喔 再接下來 我們要加一點點砂糖 這是台灣生產的二砂 二號砂糖 好 不要太甜 OK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做一個攪拌 要把它打勻的動作啦 好 攪拌均勻之後 來 我們給鏡頭看一下 微微的綠色對不對 好 好 我們今天打的比較稀一點點 好 沒有關係 哇 這是一道很美味的沾醬囉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試吃囉 第一個 用這個燙熟的花枝 把它均勻的沾上我們的蒜味大豆羅勒醬 你看 入口以後那個羅勒的香氣就淡淡的飄來 然後 因為有蒜頭 所以它有一點點微微的辣度 不會到我覺得很辣 就是你有聞到那個蒜頭的辛香味 再來就是大豆那種淡淡甜甜的味道 你想像一下豆漿的那個味道 跟它融合在一起 然後淡淡的鹹味 我覺得剛剛好 拿一點甘甜的味道 讓花枝的感覺呢 吃起來更加的甜美 接下來 我們來試一下 換蝦子 哇 這個一定很精彩 你看就這樣豪邁的 給它沾下去 來囉 嗯 我覺得搭蝦子更好吃耶 尤其像如果你買這種新鮮的蝦子 燙熟之後 它的肉非常的扎實 然後搭配上那個醬啊 很淡雅的香味 我真的要講這個 雖然叫做蒜味大豆羅勒醬 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淡雅 很舒服 嗯 好吃 成功 好 那如果呢 你喜歡我們今天教的這一道 蒜味大豆羅勒醬的話 不妨在家裡面試試看 可以自己動手來做 如果你想要當麵包抹醬的話呢 也可以把它做的比較濃稠一點 就可以直接抹在這個麵包上面 然後去烤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還有開啟通知的小鈴鐺 我們的安傑料理小廚房 下次見 拜拜